我跟你們說了 那個7月中旬是我跟毛毛的生日啊 我們現在應該是暫定在他生日那一天 應該是7月13號了 7月13號剛好是禮拜六 可能晚上會開個直播跟大家聊天一下下 到時候也會有事情跟大家宣布 拭目以待 所以我可以把特效關了吧 幹 攻三小 沒有啦 幹 聊天室請勿高潮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好不好 我上次說有事情要跟觀眾宣布的時候 他們全部在那邊說什麼 結婚啊 當爸啊 懷孕三個月啊 什麼之類的 你要不要出來自己講一下好了 我覺得大家是太會幻想 對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好不好 不是有事情要公布就已經是那方面的事情好不好 沒有 心靈交的意思是就是我們會 就某一些事情 提出就是我們不同的觀點 然後討論這樣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朋友今天不是都會這樣子 哎唷 天嗎 對對對啦 可是好噁心喔 是蠻想認同你的 可是當你講出最後一句的時候 突然又覺得幹好噁心喔 就是朋友不是都會聊著 還是男生不會跟人家聊這種東西 我會啊 可是應該說這樣講好了 男生跟男生之間不太會聊這個啊 應該是男生女生之間才會啦 啊對啦 那倒是 但是我身邊的 男朋友都會跟我聊心事耶 為什麼 誰 聊感情啊 聊心事 誰 哪個男生 就是一些 高中的同學 比如說開同學會的時候 是喔 對啊 他們都會跟我聊感情耶 你們還有保持聯絡嗎 有 但比較少 我不是一個會主動跟人家 你知道巨蟹就是非常的懶 要嘛就是宅宅家 不太有社交 除非有人預約 所以我就是 有人約我才會出現這樣 所以那些男生會約你喔 就同學會喔 原來不會被約 那你很可憐耶 欸欸欸欸欸 是這樣子嗎 啊 我知道了 有一個可能是 我幾乎都是主揪人的關係啦 欸 有少見耶 對啊 我可能跟你說的巨蟹不太一樣 像我們一直在 欸 我們在高中的群組裡面 就是每年中秋都會去 那時候的班導師裡面夾烤肉啊 然後主揪人就是 我跟Linda女生這樣子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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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Linda女生喔 對啊 對啊 靠北 怎樣 這不錯啊 你也吃醋了是嗎 沒有沒有沒有